最后还是没忍住 把老家的这只小花猫给领养回来了 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有名气的品种 就是老家里面养着梨花猫 样子嘛 不臭也不俊 就是感觉特别的可爱 估计年龄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家里面母猫挺瘦的 所以说临时决定把这只小猫带了回来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这是昨天晚上带回来的情景 放在了一个纸箱里面 可以说几个晚上都在叫唤 说实话 一晚上真的是太吵了 第二天早上就发现 自己从纸箱里爬了出来 满客厅的溜达 后来就一直躲在沙发下面 这应该是到了一个新环境的应急反应吧 毕竟之前一直住在猫窝里面 然后吃着猫奶 乍一道新环境 应该是没有安全感 说实话 我有好多年没有养过猫 也没有养过狗了 这次把这只小猫抱回来 也算是一种缘分嘛 主要是我们家小朋友特别的喜欢 虽然我主要是拒绝的 但是内心还是有很多期待的 早上煮了一个鸡蛋 中间又长了一点火腿肠 估计叫完了一夜是真的饿了 看了这小猫 买了一个猫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只小猫不喜欢在窝里面待着 只要你放进去 它就一回就出来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可以留言一下 说实话 今天一上午都在斗鱼上学习 怎么养猫 尤其像小猫 刚刚满月 吃什么 喝什么 喂什么 说实话 看得多多大了 想一想 之前在农村老家里面 小猫嘛 随便养都可以 都是跟着吃一些剩饭 剩肉 剩骨头 来到这里就不一样了 还专门给它买了猫条 似乎也挺喜欢吃的 不怕大家笑话 以前都不知道猫条是何物 刚刚满月 确实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想给它熬一些小米粥的 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 小猫是不能吃的 真的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好多东西都要学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感觉这只猫长得怎么样呢 不过真的希望它 今天晚上不要再叫了